在关心今天台北股市表现了 美股重挫台股今天也大跳水 指数中场下跌了389点 收在16,070点 成交量是2,336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504亿元 其中外资大取得到获480亿 不过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认为 通膨情况第三季必会改善 以台股稳健的基本面来看 应该现在是好买点 而会市方面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 周一重点的1.58角 收在29.742元 成交金额是2.14亿美元 盘面一片绿油油 受到美股大跌影响 台股周一跟着跳空开低 电子全职股成为压盘重心 台积电联电鸿海跌幅超过2% 联发科也大跌于4% 高价股表现同样疲软 股王细利KY和股后幸华 重挫于5% 指数中场下跌389点 收在16070点 为一个月来单日最大跌点 也让证交所赶紧出面喊话 那我们上市公司在今年5月份的营收 也较去年同期大概成长了8.69% 那累计的1到5月的营收 也较去年大概同期成长了9.64% 所以可以看出说我们上市公司 其实基本面还是蛮稳健的 短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干扰 不过长期还是要回归到 各个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表现 台股大跌引发财经部会高度关注 观察三纳法人资金动向 周一合计卖超台股504.24亿元 其中外资疯狂到货480亿 创下今年第五大卖超金额 分析师认为在美国联准会升息后 下半周台股有机会见到反弹 今晚现在有高通膨阴影笼罩 加上本周的礼监事会 需求预估台湾将跟进升息 不排除使台股进一步陷入修正 但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张锡 还是对台股很有信心 张锡认为台股最坏情况应该就是现在 随着美股彻底阶段进入尾声 国际股市渴望回稳 建议投资人把握这个好买点 继承华秋文杰台北采访报道